今天我们主要要focus稀土的萃取分离跟存化 或者是稀土的分离 冶炼跟存化 这主要的目的是要做分离 分离之后要做存化 存化我们叫purification 分离叫separation 所以我们要把17个或16个稀土的元素 因为它的性质非常相近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元素分离之后 分离之后才能够加以存化 所谓存化就是把你的样品里面 它的存度比较低的可能到90% 95% 经过很多道的工序 我们可以把它浓度提升 比如说到三个酒 四个酒 甚至六个酒的存度 这个是purification 我们所用的方法 其实在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两种主要的方法 第一个是离时交换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萃取的方法 这个离时交换的方法 它会用到离时交换的数值 主要是利用这个化学的平衡 跟素质的这个吸附的作用 基本上它是一个化学的平衡 所以对一个化学的平衡来讲 我们可以让这个平衡 往正反应的方向 或者逆反应的方向进行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稀土离子 吸附到素质上面 然后用冲洗液再把稀土离子 从素质上面把它冲洗下来 所以这是离子交换最基本的原理 推取主要的原理是要把稀土离子 让它在两个不同的项里面 所谓phase的话 我们这边用的是水项跟油项 就水项跟油项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有机溶剂 跟水是不附融的 比如说煤油 它就跟水是不附融的 很多的碗类它跟水是不附融 本跟水不附融 所以利用这个两个溶剂 或者物质不相融的原理 我们可以把稀土的离子 在这两个收文之间做partition 那你要融的东西 如果它很清水的 它都会跑到水项里面 那在油项里面 这个物质的量就会少 那经过一次的萃取 两次的萃取 到N次的萃取 我们就可以把稀土的样品 非常非常高纯度的purification 今天三堂课 我们讲解这个稀土的矿 它的分解 分离 三跟四主要叙述的是 离子交换跟这个萃取 这两种基本的原理 我们先看一下 整个台湾对稀土原料的需求 一年大概三千吨左右 三千吨 其实相较于日本 四五万吨五六万吨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2012年为例 大概进口的稀土材料的总值 大概152亿的新台币 最主要的都是发光材料 尤其有很多的热光灯的发光材料 或照明用的发光材料 当然不限于这个热光灯 很多照明用的 早期我们液晶面板 这个面板的后面 因为液晶本身不发光 所以我们需要背光源 这个背光源用的是 冷阴极管的时候 除了我们天花板上面的 这些热光灯的灯管之外 很多的冷阴极管 它也用到这些稀土的 发光的材料 特别是有稀土元素 还有特 这两个 特是发绿光 有是发红光 所以这两个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尤其在这个发光材料里面 如果我们把这些稀土的材料 再回收 其实日本他们就曾经评估过 这个稀土之前的回收 他们也做了比较多的研究 如果我们在台湾 可以把这些稀土的发光材料 把它做回收的话 一年我们的产值 年产值回收回来的 大概6.2亿 所以6.2亿跟152亿比 其实还是非常少的 基本上是有资源回收的 这样的一个途径 你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回收的时候 如果发的成本高 那这个回收就没有人要做 它是没有价值的 等于我们在废弃物的收集厂里面 金属当然它是比较有价值的 很多的塑胶带 这些回收 基本上如果回收的成本高于 这些回收物本身的价值 那就没有人要做回收的工作 最近这几年 这个白光的LED 它用的稀土的荧光粉 非常非常的多 其实稀土荧光粉 用在白光的LED上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application 我们说一颗白光的LED 其实它的size非常非常小 你买一公斤的荧光粉 你可以封装可能上千个 或者上万个白光的LED 看你的是RGB 哪一种颜色的稀土的发光材料 好 所以白光的LED 目前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渗透率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高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回收了之后 是不是有价值 可以把它稀土元素 再从这些回收里面的recover回来 这是一个问题 那有人估计就说 如果我们把埃光LED里面用的稀土的荧光粉 这些发光材料回收的话 一年的年产值大概是34.2亿左右 这样的 当然这些单位都是新台币 台湾对整个稀土原料的需求 主要还是用在照明很多的发光材料 需要用到稀土 因为有一块磁铁 那其实整个台湾磁铁的产业 远远不及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磁铁产量最大的国家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那我们用的磁铁 基本上在很多积电的产业里面 需要用到磁铁 好 那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些稀土矿埋藏在地底下 大概呢 它的分布呢 主要是中国大陆为主 另外像美国 像这个俄罗斯 澳大利亚 印度 巴西 甚至像这个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 像加拿大 美国 南非这些国家呢 都有稀土的分布 就是曾经被发现 探勘过 那这些稀土矿的类型呢 其实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矿 在中国内蒙古呢 叫做白云俄博 我们把它简称叫做白云矿 这个白云矿里面呢 它有非常多稀土元素的共生 以不同的矿物呢 表现出来 这个稀土矿之所以这么重要 因为它是大部分分布在地表 我们采矿的时候 如果需要挖得很深 那这样成本就会增加 同样采矿人员 它的安全性呢 会受到很大的顾虑 那所以这个稀土矿之所以这么重要 因为它都在地表 这个稀土矿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稀土矿 主要的它还有浮碳式矿 独居石 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里面 含有这些稀土的元素 另外呢 有碳酸原型的这个稀土矿 主要是浮碳式矿 这个主要是浮跟碳 碳是carbonate 是碳酸原 所以它是碳酸原型的稀土矿 这个分布在美国的加州 像中国山东 湖北 还有俄罗斯 那另外我们今天主要要介绍的是 这个离子吸附型的稀土矿 这个稀土矿主要的特色呢 它是用离子的形态 吸附在矿物里面 那所以它主要是重稀土 跟白云矿比较不同的是 这边多半是氢稀土 这个离子吸附型的稀土矿 它主要是重稀土 它存在的方式呢 是用离子形态 吸附在不同的矿物上面 这个是在中国的南方七个省 主要在江西 尤其是江西的干州 我们三年前到江西干州去 实际上参观它的稀土矿的矿场 在江西的干州附近 它有非常多的稀土的材料厂 比如说做稀土磁铁 在江西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稀土产业 另外像福建 像越北就是广东 在广西 云南 贵州 湖北 湖南这些地方 主要在江西 甚至江苏的西南部 这几个地方都有 所谓离子吸附型的稀土矿 它主要含的是重稀土 不管是哪一种矿产 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矿里面 我们能分离出什么稀土的元素出来 那这里面 这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种不同的稀土矿的来源 这些稀土矿 像独居石 尼乙矿 或者是湾斯兰矿 还有这个白云厄博的白云矿 在江西的这个重稀土 离子吸附型的这个矿产 如果你拿这个开采出来的矿物 来分析它的稀土的含量 这边是稀土的氧化物 那独居石里面主要都是清稀土 蓝 氏最多 然后像这个驴 做磁铁蛮重要的一个材料 那离乙矿呢 主要是重稀土 这是它的这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从这个百分比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浮碳四蓝矿主要是清的稀土 白云矿里面主要是清稀土 这个白云矿里面的清稀土呢 像氧化氏它就达到50% 所以这个矿全中国 它是得天独厚的 分布在地表 开采成本很低 那这里面呢 氏跟蓝的含量呢 超过70% 你要氏要蓝呢 就从这个矿里面去开采出来 那如果加上铝的话呢 其实超过90%的这个稀土矿 就集中在这三个元素 那所以这个矿呢 是非常非常得天独厚 一个矿产 这个大概在内蒙古往北呢 走150公里 就可以看到这个白云矿 在江西的这个稀土矿 非常特殊 像这个A矿 这个是种稀土的这个矿产 用离子型的吸附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这些就牵涉到我们把稀土的元素 做分离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方法 因为它和稀土元素的分离呢 都是化学冶金 叫chemical methodology 所以我们要把矿物里面的这些稀土的成分 把它开采出来 用化学的方法 这个图啊 非常的复杂 这里面呢 是把不同的稀土矿 分离的时候 你要用到的工序 这里面当然牵涉到有所谓 酸溶或者用碱去溶解的 酸溶槽或碱溶槽 你需要用到一些分离的萃取塔 你需要用到移植交换素质的分离 所以这个稀土的分离 它的工序呢 是非常非常繁复的 你从这边进去到最后出来呢 你会得到主要的是稀土的氧化物 那这边稀土的氧化物呢 可能还是所谓mixed metal 好 这主要呢就是 从这里进去到这边出来 你得到了是一堆稀土的元素 它的混合物 所以我们叫mixed metal mixed rare earth metal 那所以主要呢 是这些稀土的这个混合物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稀土元素呢 它的分离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繁琐 而且很困难 一般来讲我们谈稀土的分离 就必须要牵涉到稀土的离子 这些稀土离子的物理化学的性质呢 非常非常类似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这些稀土离子 或者蓝系的这些元素的离子呢 它的半径非常非常类似 尤其是以一个元素为中心 跟它左右两边的元素 它的离子半径 非常非常的接近 离子半径在化学反应里面 还有这个稀土元素的物理的性质 其实具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半径非常非常相似 另外我们在上礼拜谈过 就是随着原子序的增加 那这些稀土的系列的元素 它的三价离子半径 它是缩小的 这个叫做蓝系的缩收 所以原子序大的像蓝 半径最大 到了原子序等于71号的lutetium 它的半径就缩小 可以从接近一个enstrom 一i呢 到了0.7 0.8enstrom 但这十几个元素 它三价离子的半径 它的变化 其实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们说 半径非常非常类似 化学性质呢 因为它都是三价的 主要是把6s跟5d的电子 游离掉以后 那它在外层 所以内层的 你没有6s没有5d呢 内层的就是4f的轨域 那这些价轨域 就是电子填进去 也都填在4f轨域 那所以它的化学性质呢 受到正三价的氧化态的影响 所以非常非常类似 这种正三价的氧化态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说你把一个 还有正三个电荷的离子 把它融在水里面 那这个离子呢 会把周围的水分子抓过来 那这个现象我们叫水核 水核是放热的反应 所以这个三价的稀土离子 非常非常清水 而且它水核能呢 可以释放出很大的能量 很大的热量出来 所以多半这些三价稀土离子 都是清水的 多清水 而且很大的水核能 那因为这个关系呢 所以你要把三个五个 这些稀土的元素做分离 很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一般来讲 这些稀土矿 如果从把它分离 把它分解了之后呢 这里面伴随的元素 主要有氧 我们晓得氧的同位素 有235 238的uranium 235是放射性的同位素 这里面呢 还有像度 叫thorium 它也有放射性的同位素 那像这个niobium Tetanum Titanium Ziconium 那这些非常非常常见的金属的元素 伴随着稀土矿都混在一起 好 所以你要把稀土从这些金属的元素里面分离 已经是非常的繁琐 那分离出来之后 那分离出来之后 你还要把稀土十几种不同的元素呢 一个一个去分开 其实它的成本 它的困难度 它在这个科技上面 在技术上面的要求呢 其实非常高 这个主要的为什么稀土元素它的分离困难 而且复杂 那如果你花很多的成本在做分离 当然它的这个价格呢 就会高 尤其是存的稀土的这些氧化物 稀土的金属 那你要从两个九 九九到五个九 九九点九九九 这样的纯度 你要所花费的成本呢 就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用在存化跟分离的成本 基本上影响了这些稀土的这个矿物 或稀土的化合物 它的价格 好 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 这三种不同的主要的稀土矿 第一个叫独居石 叫monoside 这个是独居石 它的化学的成分 独居石呢 在很多的矿物里面 不只是在中国 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呢 这些独居石都是含有大量稀土的矿物 稀土含量呢 氧化物的含量可以到50到68个percent 所以这是相当相当 叫做rare earth rich 就是富含有稀土的一个矿物 另外一种呢 叫做离乙矿 叫做xenotype 主要是磷酸鱼 另外呢 叫做浮碳四栏矿 Basenside 这个化合物 所以我们从这个名称看出来 它有浮物 它有碳酸盐 主要是四根蓝 所以稀土的分离啊 主要都是从这三种矿物里面呢 去做这个separation 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稀土 非常非常容易的氧化 它在地壳里面 在矿物里面呢 它大部分都不是氧化物 最常见的就是稀土磷酸盐 所以稀土磷酸盐在整个地壳里面 它是很重要的 它有非常大的分布呢 是用磷酸盐的形态 存在地壳里面 另外的是碳酸盐跟孵化物 这些呢都是稀土的元素呢 存在这个地壳里面呢 经常存在的这个化学的形态 那像这个银乙矿 氧化乙的含量就到61% 非常非常高的 那独居室里面呢 主要是氏跟蓝 我们接下来要很快地 看过去这些稀土的矿物 从地底下挖起来之后 要怎么做分离 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用酸用碱 去把矿物里面的这些稀土的元素呢 把它进出 就是泡在酸碱里面 然后把这些稀土的元素 把它溶解出来 然后我们在水溶液里面 在酸碱的溶液里面 去把这些稀土离子收集起来 再进行下一步的存化 所以稀土的分离 用到很多的酸碱 再到后面呢 你需要做离子交换的素质 或者做萃取的时候 你要用到很多的有机溶剂 甚至像煤油这样子的溶剂 去做这个萃取 所以你一走到一个稀土的分离场里面 第一个你先闻到就是酸碱 所以稀土的分离它是 你可以说它是高污染的产业 尤其是化学野精里面用的酸碱 污染我们的环境 所以现在在中国道路里面呢 他们建议了几个标杆 就是国家的这个稀土分离场 第一个最重视的就是水处理 这些稀土场里面都分离了酸碱 这些肺液排出来之后要怎么处理 你如果把它排到外面 这个水沟里面或河流里面 基本上对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浩劫 所以它需要做非常非常繁复的水处理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高污染的产业 甚至到后来用的很多有机溶剂 都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冲击 所以现在的稀土分离场 你走进去 如果它是一个经过高科技 废水处理过的这个场 或者是它有各式各样做的一些制成上面的改善 几乎闻不到酸碱 或者是有机溶剂的味道 你只要走到一个场里面 你第一个闻到有机溶剂的味道 闻到酸味 这个场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显然对环境它就有很大的冲击 以下我们要很快地看过去 尤其像这种离子型的稀土矿 因为它可以提炼重稀土的离子 它很重要 不同的矿物里面 它含的稀土含量不同 甚至还有其他非稀土的这些 比如说放射性的元素 在里面 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这些放射性的元素 像度 Borium 它这个度 像Uranium 这两个元素 它都有放射性的同位素 像YOU有235的 像度也有放射性的同位素 所以你如果不处理这些放射性的元素 它最后你做出它的稀土 就有放射性的核种 所以不同的稀土矿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萃取 有的话都会被这个大磁铁吸起来 第一步做磁性的矿物 它先把它分掉 分掉之后就开始选矿 选矿最主要的是要得到稀土的金矿 那稀土的金矿事实上是经过前处理之后 如果你把开采出来的东西直接丢到稀土分离场 那基本上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尤其在像在中国北方的这个稀土的集团非常非常地大 包括内蒙古的这个白云矿 像包头的这个包钢 像甘肃像山东在北京 像河北或者是河南山东陕西这几个省 所以中国北方稀土的这几个 它们基本上都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 先把稀土开采了以后 把它做成稀土金矿 运到分离场 那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份的这个成本 接下来就是冶炼跟分离 冶炼跟分离呢 会用到酸 用到碱 用到被烧 叫calcination 去把这些东西呢 烧 甚至用到coronation 把这些稀土元素转参成氯化物 甚至会用到溶岩 把这些盐类或矿物融融了以后 高温融融之后呢 用电解 的方法 做了冶炼跟分离之后呢 得到一些稀土的产品 主要是氧化物 那这里面呢 如果你需要把氧化物再存化 从90%到95%到99% 到3个9%到5个9%到6个9% 那你需要把这些再做refine 再做这个精炼 成本呢 当然就是会一再的这个提升 最后呢 你才得到金属或者是氧化物 那当然这两种形态的这个稀土矿 是最适合后续的这个产业来使用的 比如说你要做磁铁 你要的不是氧化物 你要的是金属 你要做合金 你要把氢气呢 储存在这个稀土的合金里面 你要的是金属 不是氧化物 你要做的是发光材料 也许你需要的是氧化物 那所以这些经过金链的稀土 它的化学的成分会受到它的应用 它的应用你是用在磁铁 用在冶金 用在催化剂 或者抛光 发光 不同的application 对它的这些chemical composition 化学的成分就不同的这个要求 从矿物里面 矿石里面 我们把蓝细的元素 把它拿出来 那第一个呢 经过这个矿石的这个筛选 选矿之后 我们把这些矿石 第一个用不同的化学冶金的方法 叫个chlorination 叫氯化的方法 就是把它找到成氯化物 硫酸法 用硫酸 特别是浓硫酸来做处理 烧碱法 主要是用强碱 主要是氢氧化纳 这些强碱来做这个处理 刚刚讲过像毒居石这样子的矿物 它会用浓硫酸来处理 混成另外一种矿物 它就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它用浓硫酸处理的时候 在高温浓硫酸处理 它会把稀土磷酸盐 用浓硫酸把它分解成稀土硫酸盐 那这个稀土硫酸盐 像这个反应 基本上是用硫酸去处理 稀土矿 如果里面有肚 有细酸盐 我们可以用浓硫酸把它转换成硫酸盐 硫酸处理过了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暗灰色的很黏的物质 那这里面当然主要是稀土硫酸盐 硫酸度硫酸油 硫酸这些硫酸盐类 甚至还有像磷酸没有反应的硫酸 它会变成一堆的残渣 这个残渣里面 它已经从矿石里面的稀土的化合物 转换成硫酸盐 虽然它是一堆像Mod 像这个泥浆 像渣这样的东西 我们加了水之后 就可以去浸取 浸取之后 用硫酸盐 磷酸盐 进到溶液里面 去把这些稀土的离子 把它取出来 最后它既然是酸 后面你就要用碱去中和 才能得到一些比较中性的盐类 所以刚刚讲了 你用盐酸去处理之后 我们再用水 去把这些泥浆状的 这些残渣 深色的这些硫酸盐类 去做浸取 浸取之后 我们会分三道 一 二 三 三道不同的工序 把氨水去中和这些硫酸 那这些氨水 加进去之后 它监控它的pH值 分别是1.0 2.3跟6.0 不同的pH值之下 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第一次 你可以把这个胶磷酸度分离出来 第二次的氨水跟酸的中和 可以把这个蓝系的化合物提取出来 第三次的中和 可以把含有硫的胶磷酸氨 硫这样子的物质把它提取出来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是非常繁琐的一个步骤 它的整个工序非常繁琐 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酸碱的中和 这里面没有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 但是不同的物质 你要把它分离出来 你要不同的条件 这边只是控制它的pH值 酸碱值 去把这些不同的元素把它分离出来 好 所以从这个流程图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你要的稀图或者蓝系的化合物 在第二次中和的时候就可以拿得到这些稀图的化合物 度或者幼把它分开 这两个都是我们不要的 因为它可能有放射性的元素在里面 这个step by step的制程 它基本上是一个做这些毒居石的分离的时候 前处理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序 底下我们就要很快地看过去 像这些用硫酸的方法去分解毒居石 从这个毒居石开始 从monoside开始 经过酸碱的处理 甚至把肚 把乳这些东西分离掉 最后得到稀图的氧化物 刚刚讲的它的工序是非常繁琐的 可能几十个不同的step 用碱 也可以把毒居石里面的稀图把它分离 好 这个是Ron Pollack 这个法国的一家化学制药公司 在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化学公司 它跟德国的host 其实后来合并 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稀土的分离的技术 从毒居石到96%到4个9的氧化油 96%的氧化糊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是基本的原理 这是每一家公司 当它提炼自己的稀土的元素 稀土的化学物的时候 它有它的制成 这个是在中国上海的耀龙 它们的自己的制成 所以原理我们大致上了解 可是每一家不同的稀土的经验 它有它自己的know-how 所以像这个分离出来 主要的形成的是氧化物 氧化物 最后是以氧化物的形态呈现出来 这个浮碳四栏矿 基本上我们叫Vesselside 这个东西很特别 因为它含有的氧化氏 将近四分之三 像这个碳酸盐里面的CO2 还有浮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这个浮碳四栏矿 这里面主要的都是来自于白云矿 在中国内蒙古的这个白云矿 这里面它的制成 我们就看到它除了用酸 用碱之外 它还用被烧 有些人把它翻译是被烧 其实它是一种calcination process 它是在高温之下把这些矿物加热 calcination 有人把它叫做断烧 所谓calcination呢 它指的是 我们把一个东西加热 加到高的温度 那它开始有气体 比如说碳酸盖 我们把它加热之后呢 加到高温 碳酸盖分解了 它就会有氧化物 CO2 这个东西跑出来 凡是加热的过程里面 伴随着气体的产生 有CO2跑出来 这个通常我们叫calcination 就是firing 就是加热就加热 你要heating或firing 那你把一个物质加热 它不一定有气体跑出来 那但是像碳酸盖 像石灰石这样的东西呢 你把它加热之后呢 它就会有氧化物跑出来 这个我们叫calcination 那在这个稀土的冶炼分离里面 酸跟碱 经常用被烧 甚至呢 用高温的氯化 很高的温度 高温的时候 把这个chlorine灌进去 氯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氧化剂 像氟 氯这些都是强氧化剂 甚至比氧呢 氧化能力还强 像在桌席表里面 浮这个气体这个元素 是氧化力最强的一个气体 这边讲的高温的氯化 是在高温的时候 我们把氧化物或稀土的化物 转换成氯化物 这个叫高温的氯化 好 那这个也是牵涉到这些稀土 这是Betson's Light 它的氧化物 这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chalcination 就是你把它烧了以后 气体跑出来 气体跑出来之后呢 你烧成一堆被烧的产物 再用leaching leaching 一般来讲是最常看到的就是浸粗 把烧过的东西呢 这一堆把它摆到酸里面去 捡里面 水溶里里面 那浸置在这个酸或减水溶里之后呢 过一段时间 我们再把这个残渣过滤掉 去水溶里里面的东西 这个叫leaching 水溶里里面的东西 当然你看有很多稀土的元素在里面 好 那这些呢 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地谈了 你可以看出来它用盐酸气氧化钠 先把它转换成酸 很多的氯化物 然后呢 再用气氧化钠去中和 所以final的product 就是一个稀土的氯化物 稀土氯化物的原类 像这个被烧 刚刚我们讲的 尤其在做氧化油的时候 先把它高温先把它烧了 之后呢 先把它分解掉 所以它有消土跑出来 那剩下的我们再用浸出的方法 也许捡也许酸 浸了以后 把稀土元素呢 把它融在solution里面 融了以后呢 我们再用洗涤的方法 用萃取分离的方法 最后把这个氧化油把它提取出来 那最后你可以得到有92%的氧化油 所以这个分离出来的这个产物 它就非常非常高的氧化油 你要到高 这个92%的氧化油 其实在某些用途是不大的 比如说你要做发光材料 92%的氧化油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光口非常非常的sensitive 也许92%的氧化油 你需要做添加物 或做了这些特定的磁铁或催化 它也许可以 但是有些呢 需要require这个非常非常高的 纯度的这个稀土氧化物 这个呢叫氧化氏 这个氧化氏 一样我们可以把矿物 经过被烧 经过进出分离 最后把氏把它分离出来 这边呢不管是油或者氏 它有不同的氧化态 比如说两价的油跟三价的油 它的化学性质完全不同 发光的特性不一样 那像这个氏C1 它有三价的 它有氏价的C1 那这个很特别的就是氏价的C1呢 它没有F电子 它没有F电子 那这个三价的C1呢 它有一个4F的电子 所以它的价格域里面呢 一个加电子 这个没有加电子 那这个三价的油啊 它有六个加电子 两价的油呢 它会有七个加电子 氧化态其实影响了这些元素的化学的特性 比如说两价的油跟三价的油 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发光 三价的油永远是红的 两价的油因为它牵涉到5D4F的轨域 所以呢 它因为D轨域呢 主宰这个元素的发光 所以它的发光呢 会收到你这个两价的油离子啊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matrix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的发光是多样化的 这个东西的发光呢 是红的 就是红的 那所以这个电子阻态或者氧化态 基本上影响这些元素的应用 所以刚刚讲了氧化油 这边讲了氧化氏 氏价的氧化氏像C1 O2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做抛光粉 那这个三价的C呢 主要来做这个 比如说Garnet的Fosphor 就是在我们白光的LED里面呢 它所用的这个黄光的 那主要的是这个 那主要的是这个 三价的C1 它有一个F电子 那这样的东西啊 它是黄的 它黄光的 这个材料 所以氏价跟三价的C1 两化在不同 那你可以经由这个 分离 冶炼的过程里面呢 分离出来 或者把它 制成三价或氏价的 这个氏离子 那它的特性呢 完全不一样 好 这个是 高温氯化的这个方法 基本上是把吸鲁矿呢 转换成氯化物 用高温的方法 比如说1000到1200度 这个是 非常非常强的 条件 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氧化氯 Chlorine呢 这个东西CL2 这个氯气 在游泳池里面 我们拿氯气来做消毒 它基本上是杀菌 那它也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氧化剂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在这么高温 把它转换成氯化物 那 这个稀土的 氯化物 主要都是三价的 所以我们叫做 REGL3的 这个 浮碳氏兰矿里面 那这个也是经过 酸碱的 制成呢 最后把它 转换成 mixed metal 这个process最重要的是 经过 熔岩的电解 你要得到金属呢 通常你要经过还原 把离子 转向凝架的金属 那你就需要用电解 这个电解的方法 是非常非常耗费能源 基本上我们把它的原类 在高温的时候 950度C 把原类 这些离子的化合物 融融的 变成液态的 它不加水 它就是把原类呢 融融 然后用电解 主要的是要取得金属 好 所以它很特别 这个制成主要是要拿金属 那这些separation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最后呢 这些融融的电解 或者是金属的热环源 都是要取得稀土的金属 所以它的冶炼的过程 比较特别 所以它不是用酸碱 它是把原类呢 加高温 把它变成液态的 然后电解 用这个方法 你才能取得这个 这个金属 这个成分在里面 好 这些其实是混合型的 稀土的金矿 一样的 你用硫酸 或用这个碱 用强碱呢 去做这个separation 这个淋乙礦 基本上也是一个酸的制成 这个例子 它是针对淋乙稀土礦 比如它是淋酸乙 可是我们说 除了稀土的乙之外呢 它还有其他的金属在里面 比如说度 放射性的元素呢 通常会跟稀土呢 滚在这个 这个框里面 好 所以 用盐酸 来做分解 那 先把这个 用酸进的方法 把这个 矿物里面的 这些稀土 金属离子 把它进出 进出之后呢 我们 把它转换成硫酸盐 不管是 稀土硫酸盐 或者是 度的硫酸盐 然后我们加入 酵磷酸钠 这个东西呢 叫做 Na4P2O7 这个是叫做 酵磷酸 酵磷酸的钠盐 然后 酵磷酸钠盐呢 把这个 稀土跟度的 硫酸盐呢 转换成 酵磷酸 稀土的盐类 或者度的 酵磷酸盐 然后呢 我们 把固相异相分离之后 用草酸 草酸呢 跟稀土 酵磷酸 或者是跟度 跟硫 会形成沉淀 用草酸呢 把它转换成 稀土的草酸盐 沉淀下来 然后用 梨芯脱水 然后 取得这个草酸盐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加热 好 草酸盐 加热之后呢 它就会转换成 氧化物 释放出这个 CO2 所以 利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淋乙矿里面 淋乙稀土矿里面的乙 把它转换成 氧化乙 经过这好几道不同的工序 甚至加了一些 焦磷酸盐 加了草酸 进去在这个 这个化学的 冶金里面 把稀土呢 转换成氧化物 好 这些 跟前面我们讲的 其实是 大同小异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 稀土矿呢 它的成分不同 所以 这个 冶炼的方法呢 也不一样 为什么要特别 讲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 Megan的Process 最主要的 它是要提炼 非常非常高浓度的 5个9的氧化乙 然后YB 或ER 这些稀土呢 就是量 是微量 但是最主要的是 你可以得到高浓度的氧化乙 好 所以它需要用 这一系列的方法 包括 你要把稀土呢 做成5个9 6个9的浓度 很多的工序啊 比如说萃取 一次萃取 二次萃取 三次萃取 你看这个 有 二十六个stage的extraction 经过二十几道的工序 所以可以把这个稀土的含量 从 五十个Percent 或小于五十个Percent呢 一直把它存化到 99.999 那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高浓度的稀土 比如说发光 往往我们把 试要买来 你要看看这个稀土 分离得干不干净 它的浓度是不是 它所讲的那么高 你光谱一打呢 就可以知道这里面 它的浓度 所以光谱是我们检验 稀土离子的浓度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但某些地方呢 我们就是需要非常非常高浓度的 稀土的这个元素 好 最后 这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离子型的稀土矿 它的提取 这个稀土矿 有人估计 大概在中国华南七个省 有一千万吨的土量 这里面呢 它是离子型 它是稀附的 那它是重稀土 所以 这些矿物的这个冶炼呢 非常非常重要 一样的它经过酸碱的 禁制的方法 最后它可以分出来 是有氢 有中 有重稀土 把草酸原拿到之后呢 再去把它分解成氧化物 好 甚至有一些工序 在过程里面呢 它不需要把每一个元素都分得 非常非常清楚 比如说它得到的是 混合了稀土的氧化物 我们讲过这个叫mixed metal mixed metal的氧化物呢 比如说催化 那做催化的功能 有些时候我们 不会要求它有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稀土的含量 可能用三种五种稀土混在一起 也可以用 那就可以节省这个分离的成本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这些 离子吸附型的这些稀土矿 它的分离 或者它的提取 这里面呢 酸碱用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沉淀剂 那这些都是我们常见到的这个方法 如果你要做金属呢 通常我们需要用 电解的方法 把离子转换成 还原成金属 凌价的金属 你才能达到这个稀土的mattle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